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日本著名的济世文学 统川跟踪狂杀人事件 1999年10月26日 在人来人往的日本骑域县统川车站前 21岁的女大学生朱野失之 突然遭人持刀袭击 她的左胸和右腹被两刀伸伸伸传 在前往医院的途中失血过度而亡 警方认为这是一起随机砍人事件 失之的父母却坚持认为这是有计划的谋杀 凶手就是曾对失之频频发出死亡威胁的前男友小松诚 失之生前长期遭受她的跟踪骚扰和生命威胁 也曾多次向警方报案 警方却一直选择漠视不采取任何行动 在失之死后警方办案依然非常消极 甚至通过媒体抹黑死者来逃避侦破案件 朱野失之的父亲因此说 我的女儿被杀害了三次 第一次是罪犯 第二次是消极调查的警方 第三次是伤害她名誉的媒体 本书作者 记者清水杰 在撰写此案报道的过程中 发现警方和凶手一样不可信任 于是他动用自己的人脉 冒着生命危险亲自调查 清水杰惊讶地发现 失之在生前仿佛知道自己被杀的命运 留下了很多线索和遗言 清水杰通过多方走访查证 在警方调查不力的情况下 找到了罪犯 清水杰将整个过程写成非虚构文学 也就是今天我为你解读的这本书 捅穿跟踪狂杀人事件 清水杰还推动制作了电视访谈和纪录片 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推动了日本跟踪骚扰行为规范法的出台 这本书作为捅穿案的全记录 抨击了日本警察和司法系统 在处理此类事件上的敷衍和怠慢 反思了新闻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导向作用 在清水杰的努力下 朱野失之之死从一桩社会案件 转变为揭露日本社会问题的切入口 本书被称为日本纪实文学的金字塔的塔尖之作 获得了日本记者会议大奖 接下来我将通过三个问题来为你讲述这个答案 第一 失之为什么会被杀 第二 身为一个记者 本书作者清水杰是如何破案的 第三 为什么失之之死在证据充足的情况下 成了一桩悬案 好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案件是如何发生的 为什么失之会被当街杀害 时间倒转回失之认识小松的那一天 失之与小松是在游乐场认识的 当时失之和朋友拍大头贴的机器坏了 此时高瘦帅气带着温和笑容的小松过来帮忙 很快两个人互生好感陷入了热恋 小松给失之呈现的形象是阳光上进热心事业的年轻企业家 小松说自己叫小松成 今年23岁 经营着一间汽车销售公司 起初啊 小松非常温柔体贴 总说失之和他是命中注定的一对恋人 失之觉得很幸福 但失之的朋友却觉得 小松总想要控制失之的一切 情绪也很不稳定 小松送了失之许多奢侈品 像是LV的包包 高级套装 并要他下次约会的时候一定穿来 他把失之像当洋娃娃一样对待 贵重的礼物让失之感到非常不安 于是他就跟小松说 不要再送礼物了 就这样谈恋爱也很好 没想到小松竟然瞬间暴怒 对他咆哮 这是我的爱情表现 你怎么敢不接受我的心意呢 失之吓坏了 这真的是最初那个温柔的男朋友吗 随后他发现了更多不对劲的细节 失之偶然发现 男友车上的名片上都写着小松和人 而不是小松成这个名字 再比如啊 小松住院 失之去探望 小松身边竟然有几个黑道小弟向他鞠躬 叫他大姐 失之无法信任男朋友了 他到底叫什么名字 他真的从事汽车销售吗 失之提出了分手 却遭到了小松的恐吓 小松说 你要是敢分手 我就杀了你 而且我不会亲自动手 我有钱 从此以后 小松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变着法监视他 失之只要不接电话 小松就会暴怒 失之经常看到有人跟踪自己 他们会闯进家里 威胁爸妈 一个难以想象的庞大团队 在跟踪失之 就连遛狗 失之也会接到这样的电话 会听到 你竟然敢丢下我跟狗玩 我宰了你的狗 同学们去聚餐 失之不敢去 只是小松说一句 我也好想去啊 小松就会打来电话 说 你再想找他们玩 我就把他们都杀了 不仅如此 小松还逼迫失之下跪 让他亲手 把翻盖手机折断 不准他再联系任何朋友 失之决定结束这一切 于是把小松给他的礼物 都打包好 寄回了小松家 小松竟然就这么消停了 再也没有联系过失之 本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想不到 这只是失之噩梦的开始 第二天 在失之的家和大学附近 在车站内 以及失之父亲任职的公司 附近的墙上 贴满了传单 上面印着失之的照片 写着提供色情服务的字样 还附上了失之家的电话 就这样 失之的尊严被摧残殆尽 那天下着雨 失之的母亲 在雨中走过几条街 一张一张 把这些传单撕下来 不止如此 失之父亲的公司 也收到了一千两百封匿名信 信里说 失之的父亲 看似老实八角 其实是个赌徒 在外包养小三 女儿欺诈钱财 小松的行为 伤害到了父母 这触碰到了失之的底线 他决定采取行动 失之其实是一个 相当聪明勇敢的女孩 他渐渐拼凑出了小松的真实形象 他推测小松其实是开色情按摩店的老板 在黑白两道都有自己的势力 他知道自己不能硬来 就把自己的头发烫成难看的爆炸头 希望小松厌烦他 主动给他分手 小松却说 我知道你为什么做这种头发 给我弄回去 原来啊 失之身边的一位朋友 也被小松用钱收买了 将失之的想法不停地透露给小松 失之像是求助 又像是留下一言一样 跟几位他信任的朋友说 我如果死了 就是被小松和人杀死的 抱歉 每天都在扫大家的信 但是 我可能真的会死 朋友的背叛让失之绝望极了 但是 父母鼓励他 不要放弃 一家人很注意收集证据 每次被小松威胁 失之都录了音 失之和家人拿着详尽的证据 几次前往上尾署 报警 警察却拒绝立案 说 收了人家那么多礼物 才说要分手 男人怎么会不生气呢 从这里开始 失之开始感到真切的绝望 警察漠视自己的求救 他可能真的必死无疑了 终于 失之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他每周二会在捅川站 乘地铁去大学上课 这天啊 他正在地铁站口 给自行车上锁时 一个男人忽然走来 手持长长的军刀 捅进了失之的左胸和右腹 据目击者说 凶手身高一米七零 短发 肥胖 穿蓝衬衫 杀人后 男人怪笑着离开 失之跌坐在地上 直到路人发现他脚下有一滩血 不断扩大 在前往医院的救护车上 失之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 他21岁的生命 就这样 停在那一天 失之终于不必再恐慌了 警方搜查失之的房间时 看到了一叠信件 原来是失之在深夜 给父母和朋友们写下的遗书 他写下 如果你看到这封信 说明我果然还是死了 对不起 爸爸妈妈 我下辈子还想做你们的女儿 还想做弟弟们的姐姐 他还写下了自己的银行账号和密码 要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存款 留给他最疼爱的弟弟 父母茫然地读完女儿的遗书 却连眼泪都流不出来 最重要的是 失之在遗书中明确写出 逼死他的人 就是叫小松和人的男子 失之之死 大量的有效证据 指向失之的前男友小松 按理说破案并不困难 但是这个案子 竟然渐渐成了一桩悬案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尽管失之父母的证词称 失之的前男友小松 有重大嫌疑 他们曾经多次到辖区所在的 上尾警署报案 提供了大量的录音证据 证明小松有威胁失之的言行 警方的调查也证实了 失之生前的推测 小松呈真名是小松和人 职业 是色情按摩店的老板 一切信息都变得明朗了 警方也为此案组成高达百人的专案小组 但却迟迟找不到小松和人 更奇怪的是 警方首次召开此案的媒体记者会时 公布的信息不是针对小松和人 而是将焦点放在死者的穿着上 说死者穿着黑色短裙 与厚底长靴 背着Prada的包包 戴着姑奇的手表 警方试图将失之描绘为卖淫女 于是媒体就像闻到肉味的猎狗一样 一拥而上 第二天报刊的标题果然不堪入目 比如 曾经卖淫 迷恋名牌的女大学生遇害 还有 拜金女大学生遭砍 一死情杀 就这样 舆论中 失之成了不值得同情的人 媒体塑造的死者形象会影响舆论 左右大众对死者的同情程度 不少民众对失之的死 甚至持有活该的态度 而这 正中警方下怀 警方开始无限期的拖延侦破此案 等待着大众忘记此事 而在失之的父母那边 警方甚至一直要求他们撤销报案 警方不但不办案 还通过操纵媒体操纵了大众的态度 这正如失之父亲所说的那样 失之被凶手 警察和媒体杀害了三次 失之的父母还想起 小松和人之前说过 我在警戒高层和政治圈 有一堆朋友 我小松大爷没有办不到的事 这让人不禁怀疑 警察们是到底找不到小松和人 还是不愿意找出小松和人呢 真是原因 我们稍后再说 就在此时 一名普通的记者 摄影杂志Focused 记者清水洁 接到了拍摄统川案的任务 清水洁每日奔走于各种凶案现场 但是这一次 他敏锐地察觉到了 统川案不对劲的地方 警方似乎并不是站在死者这一边的 而是站在凶手这一边 在现场 他一无所获 于是他试图采访警方 但警方拒绝了 原因是日本的记者行业 有许多潜规则 比如只有加入各地记者俱乐部的记者 才能对警方直接进行采访 然而加入记者俱乐部的条件 是长期关注一个领域 清水洁没有这样的固定条件 是个什么采访都在一线跑的记者 他也就成了被记者俱乐部排斥的三流记者 没有采访警方的资格 竟然警方不能指望 清水洁决定自己直接调查 为了弥补情报上的短缺 清水洁带领着三个人的团队走访案发地点 询问附近的店家和路人是否目击事件的经过 接着到了诗之的学校和打工处 一个一个探访他的同事和朋友 让清水洁感到困惑的是 他采访到的每一个人都表示 警方从未向他们搜寻过信息 清水洁找到了诗之的好友 化名为岛田和杨子 让清水洁倍感蹊跷的是 岛田与杨子和清水洁见面的时候 十分的警惕冷漠 不停回头 害怕有人跟踪 一到没人的地方 岛田马上就转换了态度 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 诗之是被小松跟警方杀死的 岛田是非常优秀的证人 他甚至有一个笔记本 从七个月前开始 他就开始记录下了 小松对诗之的每一次威胁 以及小松的具体信息 诗之的朋友们都知道 诗之生前求助和求生的欲望很强烈 将他生的愿望拼命传达给朋友 尽管这种讲述 后来渐渐变成了悲伤的留下一言 现在诗之死了 那种迫切的情绪 仿佛接力棒一样 被交到了岛田手上 岛田又拼命的想要传达给清水 希望清水能够帮助诗之 清水节震惊着听完了 岛田讲述诗之生前的故事 或许是因为清水也有一个女儿 或许是身为记者的使命感 或许是对美好生命陨落的悲伤 或许是对同行被警方操纵的愤怒 在这次访谈后 清水节默默拿过了 岛田手中的接力棒 他决定和这个案子 此刻到底 绝不能让凶手逍遥法外 和岛田等人谈完后 清水开始行动了 他不惜装作嫖客 四处打听小松的色情按摩店 却发现小松早已行动 把自己的店面全部关闭 清水节没有气馁 动用他多年记者的人脉关系 调查小松和人身边的人 发现有一个叫九宝田的人 符合目击者的形容 总是穿着蓝衣服 肥胖1米7左右 而且最近显然是获得了一笔巨款 他频繁的在酒吧里 好饮最贵的酒 清水节带着团队开始埋伏追踪 甚至在九宝田的对面租了公寓 他派了一个摄影记者 一天24小时把镜头对准九宝田的门口 蹲点拍摄 终于拍到了九宝田的模样 和目击人一对 果然就是他傻了失职 原来是小松买凶杀人 九宝田欠小松巨款 杀了失职 不但可以一笔勾销欠款 还有额外的报酬 只要有人说能提供案件的信息 清水节就会第一时间联系约见对方 这个行为其实非常冒险 清水节在明处 小松在暗处 清水节已经成了小松的敌人 想起小松黑白两道通斥的强大势力 想起死于那种势力下的失职 清水也会觉得恐惧 自己哪天会不会被人以同样的方式 杀死在调查的路上呢 那段时间 清水节每次去跟线人联系 都会说 如果我现在死掉 一定是小松杀的 清水突然意识到 自己正说着失之生前反复重复的话 他彻底懂了失之当初 跟朋友求助的那种绝望的心情 本应该警察办案 福克斯杂志负责跟踪报道 结果现在变成了记者在谱案 然而 不管是失之父母还是清水节 都为警方提供了详细的信息 几乎帮助警方把案子都破了 警方却无视了清水节提供了信息 事已至此 清水节绝不肯就这么罢休 详细的警方曾经用舆论 引导媒体抹黑失之 掩盖独职行为 清水节决定加大力度 也用媒体舆论来倒逼警方行动 他把自己调查到的信息 发表在杂志上 以题目 K我知道你是谁 你为什么要逃 直接对小松喊话 K是口妈呲的缩写 即小松 他通过这种行为 来逼迫警方采取行动 找不到凶器 清水节就走访多家刀具行 买来同款刀具 拍摄照片发表在杂志上 让读者对案件的残忍 有更直观的感受 这一切的一切的目的 都是为了让民众 不要忘记这个案子 关注这个案子的侦破情况 后来清水节甚至找机会 参与了电视访谈节目 让更多媒体关注了统传案 清水节的努力没有白费 案子引起了日本民众的广泛关注 上万封信件寄到出版社和电视台 民众希望清水节务必追查下去 为师之沉冤昭雪 实质性的进展则是国会议员在国会上就此案 直接质问了警察厅的刑事局长 警方终于出动警力 逮捕了九宝田等四名犯罪嫌疑人 就这样 清水节一个文弱的笔杆子 一个被记者俱乐部拒之门外的小杂志的记者 成了全国上下瞩目的记者 以领先警方破案的成就 一战成名 案子终于取得了重大进展 然而小松仍然不知所踪 就在此时清水节收到了信息 原来小松和人在北海道自杀了 小松试图通过北海道逃往俄罗斯避避风头 但出了错没能逃走 于是他便跳湖自杀了 小松跳湖的地方是一个著名的温泉 他遗体背部等下半部分 由于温泉的地热多处烫伤 上半身则冻得硬邦邦的死状凄惨 清水节写道 小松过去总是笑着恐吓失之 说我要让你遭天谴 我要让你下地狱 最后自己却以地狱苦行一样的死法 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小松的遗物中有一张字条 写着我上不了天堂 那个曾经夸口 世界上只要有钱无所不能的小松 结果留下背包和一点点钱 就这样死去了 对于小松的死 电视主播评论道 这样命案的真相就葬送在黑暗里了 他到死都是一个卑鄙的人 清水节也丝毫没有大快人心的感觉 他想失之和小松 这两个年轻人其实都不应该死的 尤其是失之 除了逃到国外 他几乎用了所有能保护自己的手段 那么问题的焦点再次回到警方 在案件发生之前 警察到底为什么不理睬失智的求救呢 原来都是因为破案绩效 一旦受理了报案 警方就有义务以书面形式报告检察厅 而9月份是新警署署长上任的时间 侦办中的案子都会被重新检查一遍 如果案子两个月之内没有进展 就会变成一个问题 但是如果不受理案子 那么对于警察们来说 就什么麻烦都没有了 比起解决问题 警察们更希望案子本身消失 在失之身亡后 因为害怕被公众追究责任 警方又意图通过抹黑失之 来拖延办案时间 以掩盖上尾警署 在一开始就不受理案子的过错 为了掩盖一个错误 警方又接连犯下了更多错误 结果在国会的追责下 上尾警署三人去职 多人被惩戒 但是清水节认为 去职的三人其实不过是这个系统的替罪养 真正的问题还是出在日本警方的官僚系统 身为警察不为民众服务 反而只是想着怎么在僵化的系统里面混日子 除了朱野失之 还有许多普通公民 平日里他们奉公守法 出事时却无法仰赖体系的保护 在书中 清水节一个一个问题追问下去 从还原事实到不断追问媒体和警方的职责 包括新闻报道的伦理 他一直铭记着失之的朋友杨子 在报道出来以后 对他的感谢 杨子曾经对着清水节身居义公 说 感谢你 没有丑化失之 新闻媒体被誉为行政权 立法权 司法权之外的第四种政治权利 其价值就在于对权力的监督 听见那些被侮辱和损害的生命的声音 清水节用自己不懈的努力 换来了真相的一步步推进 换来了民众意识和法律的进步 而这也正是调查记者存在的意义 2000年5月18日 日本通过了跟踪骚扰行为规范法 那一天 正是朱野失之22岁的生日 警方也终于归还了失之的遗物 遗物中有一块姑气的手表 没错 就是警方和媒体 用来重伤失之拜金的那一块表 清水节拿着一块表 仔细观察 他写道 那是一块带了很久的表 表带和表身上布满了细小的划痕 不过是一块20岁女孩手上常见的普通手表 应该是珍惜的戴了很多年的表 那一天的表针指向12点50分时 是只慌张如同惊弓之鸟的生命 终于停在了那一刻 轻轻地翻过这只表 上面依然残留着失之黑色的血迹 2003年12月25日 宣判当天 朱野失之的母亲穿上了失之的衣服 戴上这块让女儿遭受重伤的姑气手表 出席了法庭 在长达12页的判决中 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 对毫无过失的年轻女性被害人进行长期骚扰 毫无过失这个词 清水节已经等待了太久 失之的父母也等待了太久 距离上一次听到岛田和杨子说 失之真的就只是个普通女孩 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年 清水节想起了失之遇害那段时间 他的父母成日以泪洗面 而现在失之的父母非常积极地投入到社会运动中 帮助更多像失之这样的女孩 在这本书的尾声里 作者清水节提到 在接手本案的第三年 因为意外事故 他也失去了自己的女儿 他终于理解了失之父母失去女儿的心情 女儿的死给他带来了两个体悟 一是世界上总有无可奈何的事 二是而死亡 就是永远都不能再见到那个人了 除此之外 都是失落 好 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就是这些 毫无疑问 捅川是一个让人痛心的案子 为了写这本听书啊 我试着跟一些我的朋友讲过这个案子 大家听完啊 几乎都陷入了震惊和悲伤的沉默中 然而我其实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关于人性之恶的绝望故事 我认为这是一个让人欣慰的 关于反思的故事 因为恶自有恶的千万种面目 但是追踪这个故事的清水节 正义 热血 他的目光始终勇敢善良 正是因为有清水节这样的记者 拼命的追问和调查 我们才得以看到案子的全部记录 清水节在书中不断地抛出 他对媒体应该如何进行报道的思考 并且尽量用客观的笔触 书写整个案件 但当看到诗之写给自己的明信片时 他压抑了整本书的情绪 终于得以释放 就让我摘录这段话 作为今天听书的结尾吧 在诗之被杀一年后的某一天 诗之的父母收到了一张明信片 寄贱人呢 不是别人 竟然是诗之本人 原来是16年前年幼的诗之 和家人一起参加科学万国博览会的时候 在那里写下了一张明信片 寄给21世纪的自己 明信片上 诗之的笔记很幼稚 很笨拙 但很有力量 他写道 我现在7岁 2001年的我 变成了什么样子呢 我会变成一个很棒的女生吗 我有男朋友了吗 我好期待啊 这些问题 如今都有了答案 只是 那个等着收到明信片的女孩 已经不再认识了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